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ite 我们设计做全网KOL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 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的时候比特币最高一根针 差到了44,424 然后就开始下跌 用我们顺序指标图来看的话 就是摸了一下大通道 接着就在小通道一看涨看见分割线之上徘徊 目前比特币的价格是43,580 马上又要出现超买信号了 如果狗庄不接入的话 比特币大概率还会继续反弹 狗庄都已经放假了 明天晚上12点就圣诞节了 华尔街的操板手都要回去过年了 我们社区同样有很多大佬要过圣诞节 那他们在放大假前几天会跟我们嘱咐什么呢 放假这些天难道就会一直这样震荡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他昨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说 从现在开始 我将在冠军直播中介绍一下HTF设置 以及我接下来要交易的内容 我对本赛季的表现很有信心 然后有人问他 你认为如果我们击败利物浦就能赢得联赛冠军吗 所有Daniel回来他说 是的 我对我们本赛季的表现很有信心 接下来昨晚11点钟的时候他说 正如我在直播中提到的 我在这里进行了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笔比特币空头交易 相当于Daniel昨晚也开空了比特币 然后他接着说 在此区间内 未平仓的合约仍在缓慢增加 我仍然非常看好Coinbase 预计下一个将升至190美元区域 Coinbase仍然看涨 这当然会有助于比特币的再次上涨 因为他们是高度相关的资产 PALAUID太棒了 然后今早7点半的时候他说 我平仓了NVDA的空头 比特币对冲空头仍未平仓 好至图表冠军Daniel的观点 相当于在昨晚的时候 Daniel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开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 他空单的作用主要是对冲风险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Daniel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菲罗 提他昨天下午3点半的时候发了一张图 相当于他认为比特币会在这个区间范围内震荡 上边线对应的价格是44,400 下边线对应的价格是43,300 比特币确实目前就在这个范围内震荡 昨天的最低点是43,400 最高点是44,400 接着在今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 他说因为ETH对比特币跌破收回 今天比特币没什么动静 但ETH涨幅还可以 ETH的可以试作突破后回踩测试支撑 然后继续上涨 BTC依然在这个小区间内波动 如果向下跌破后收回 可能是短多机会 除此之外 若在盘整区中间段 就上下概率是均等的 意义不大 Coinbase仍然是风向标 跳跃小息以后 没有一天是不上涨的 感觉在BTC ETF通过之后 都有一个乐观的预期 MNT这个币 在bybit现货成交量还是挺大的 值得留意 好 这是提阿非罗提大的观点 以太网就不多说了 昨天亚瑟在上涨之前 一大早就跟大家说过是吧 并且我也在视频中间跟大家提示了 Coinbase那是Daniel一直在提示上涨的股票 都喊了几个月了是吧 MNT这个币目前价格是0.584 在今早的时候 山寨币都有一波回调 提大让大家关注这个币 因为这个币的交易量很大 说不准这会是下一个十倍的机会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Jason 他今天凌晨的时候说 嘿你们好 昨天两个头皮区都得到了尊重 我不得不说 昨晚的CDW看起来是看跌的 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一范围内出现的 第二个四小时熊市指数 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下降到38000 然后他给了他家一个空单计划 就是让大家在43,733去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44,884 最终紧位的话放在38,227 所以他说 一小时拥有本地和整个熊市的分布 出于这些原因 我计划不再对短线交易设置过多的TP 而是对更低的目标进行HODL 下跌迟早回来 而现在的情况似乎已经很明显了 澄清一下 我并不是说我要来这里做空 我是说 从现在开始 在这次CDW之后 我将不仅仅把我的空头当做黄牛来对待 因为这里看起来的情况 比很长时间以来都要看跌 除此之外 我的计划和昨天还是一样 就44,775去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45,596 最终紧位的话暂定 接近花到了100 第二个空单计划 是让大家在46,116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49,000附近 最终紧位的话放在35,000 多单计划是让大家在43,000附近开多 看多的话最高看到44,700 最后两个多单计划 开多的地方分别是37,867 看多到46,621 再就是39,531 看多到49,027 好 这是Jason的观点 相对于昨天晚上 不管是Daniel也好 还是Jason也罢 还有我在群里面发的V比 都看出来了贝黎 认为现在这种情况 最好开一个空单做好防守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Jason的观点 和他的点位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柏阳 他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 给了一个交易计划 就是让大家在44,076开空 最终紧位的话放在43,243 接多的话 他让大家在43,045开多 最终紧位的话放在44,340 止损的话放在42,800 接着在昨晚9点钟的时候 他说 我在PDEQ的回测中增加了空头 但基本上是在低点做空 所以我没有分享 如果你想做空 请查看DOPEN 还有VWAP 就在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 他说 比特币没有太大变化 我想要更低的价格 就在今天凌晨5点钟的时候 他说 大家好 随着假期市场的关闭 我的交易也基本结束了 关闭了我在本地的比特币 还有ES的头寸 为今年做一个总结 祝我们交易小组成员 圣诞快乐 交易成功 裁员广进 来年再创新高 正如我在今天直播中提到的 波动很小 BC可能很容易移动 不要紧张 开好仓位后 每隔几分钟就得看看手机 平仓交易 享受假期 下周我将直播 也许不是每天 但我仍然会直播 但不会进行交易 祝大家圣诞快乐 来年交易兴旺 好 这是柏阳昨天的报单 和他对大家的新年祝福 剩下这一天 柏阳不会进行交易了 他只会偶尔直播一下 如果过圣诞节小伙伴 可以把手头的单都平了 然后好好过个节 明年交易兴旺 币圈大牛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风格 风格昨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 给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计划 他让大家44200附近开空 止损的话 放在44800 只赢待定 接着在昨晚9点钟的时候 他说止损改为开仓价 好 这是风格昨天的报单 相当于他带大家 在44200去开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 目前的话是盈利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风格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抒情 他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说 OP再播前高 还没到坎坤升级就费这么多 麻了麻了 感觉有点拿不住了 我打算只赢一小半 有回彩再接回来 OP就是抒情的本命币啊 他喊了几个月了是吧 从1.19喊到2.53 昨天OP确实涨了很多 然后他接着说 年末大震荡 大量期权将于12月29号到期 25000个比特币期权即将到期 看跌期权比例为0.7 最大痛点为42000美元 民意价值为11.1亿美元 21万7000个以太坊期权即将到期 看跌期权比例为0.6 最大痛点为2200美元 民意价值为4.9亿美元 价格宁近最大痛点 买方期权卖方 对期权卖方 也就是机构最有利 这个42000点和2200点 就是机构赚钱最多的地方 散户亏钱最多的地方 书情的解释没有清楚是吧 相当于从期权的消息面来看 比特币也是看跌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书情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斗逼米哥 他昨天下午6点半的时候说 没买OP的不用FOMO 后面有机会 ETH提示假跌不后 按预期开启拉升 日线目标仍然是2550 小级别之声2250附近 拉升不会那么直接 大概率会有回踩 相当于米哥认为 以太坊有可能拉升到2600附近 然后就下跌 一直跌到2029 然后再反弹去3000 所以我昨晚7点钟的时候 他说 BTC一切按预期进行 ORDI日线中继震荡行情 背靠均线看涨120 1.95的OP2.92全卖了 相当于米哥认为 ORDI会涨到120去 ORDI现在价格是49 如果像米哥说的 还有一倍的空间 所以我他说 呵呵 另可顶达0.23FIB压力位 16.11压力 日线级别可能是头肩顶 回踩目标10U 10U到位后 好这个我就不做点评了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随后他说 ETH和比特币走势都很正常 日线震荡下跌 局部就插了一根新低 然后就反弹 反弹了就继续跌 目标还是0.044 短期就是一反弹 大家过于踊跃 就去说坎丁升级叙事开始了 然后跌一点就过于悲观 说以太坊完蛋了 显然行情还没到位 ATOM 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说 OP没买回来 因为看了下 其实没突破 呵呵 突破没有就可以看 我在TV上发布的动态图 大家可以放大了看 就在今早8点钟的时候 他说 OP太猛了 一会儿不看就踏空了18% 来个4.2级别均线回调 打算全部追回来了 不折腾了 目标还是20 12 13 还是4 都无所谓了 太牛逼了 出乎意料的猛 以及我看今天传坎坤升级时间 确定了 1月17号 1月17号 只是测试网上线 不是主网升级 OP好币不欠我什么 我带着0.5到3 玩了两轮 今年带着3到3.3逃顶后 1.15切回 1.65出货 后续1.95切回 2.92昨天出货 今天新高的会回调 不要去随便空 因为你不知道会拉到哪里 回调到FIP支撑 或者均线支撑 都是无脑买入 看涨到10到20的机会 睡了 明天再看看情况 大饼吸血 ETH思路不变 祝大家周末愉快 圣诞快乐 好 这是米哥的观点 相当于他把自己狠狠的吹了一波 他说他带大家玩OP 赚了很多钱 接着他后续看到10到20 有米哥的老会员 可以帮我复盘一下吗 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如果是真的 那米哥就太猛了 我们误会他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链狙击手Vivi 他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说 早上好 今天是22号 将恩翻转日 我们预计会出现更深的回调 跌到41000点 这可能发生在 纽约开盘附近的一根蜡烛上 相当于Vivi认为 以太坊会回踩一下2200 然后再上涨 比特币同样要回踩一下41000 才会继续上涨 所以我来接着说 目前只做空比特币 开单价是43563 开盘前看跌 开盘后通常看涨 这就是他们的陷阱 因此我认为纽约开盘时 分级证券会有一些反弹 为此请不要做空分级证券 我会给你一个好的进场机会 接着今早8点半的时候 他说计划不变 不打算削减任何空单 波头皮没有意义 自由下跌只是时间问题 我会让他们活跃整个周末 好 这是区块链狙击手Vivi的观点 相当于从昨晚到今早 他的观点依然没有变化 他依然是看空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ivi的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空军和多军的力量势均力敌 庄家涨到45200区就会把 所有开空的人全爆完 下跌到42800区就会把 大分开多的人全爆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空军的力量很小 开多的人很多 并且量能也达到了2.5M 庄家跌回42500区就会 把他们全部都爆完 这根长长量能 对应的价格差不多4万3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 昨天那一下 开多以太坊的人很多啊 庄家跌回2210区就会 把大分开多的人全爆完 上涨的话 庄家收益很小 涨到2350区就会 把大分开空的人全爆完 那个地方全局爆仓图上 不是有一个巨大的量能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 在2350区那个地方的空军 被爆完了 昨天我的视频中 跟大家说 他们是迟早的试试吧 果然就没了 现在以太坊下跌的收益 也比上当还高 跌到2150区就把 大分开多人全部都爆完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 实时爆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